今天要看整型外科 這一定要動手術 那我們要智慧 那個這邊凹眼窩這裡 凹下去那要動手術 回想到女兒被陌生男子攻擊 受害者媽媽情緒激動 因為她女兒8號晚間出門買蛋糕時 遭到陌生男子攻擊 事後要調閱附近的監視器 卻居然壞光光 監視器都要跟民間提供 那我是調查局人 從頭到尾我一直到 從大概7點50吧 從貴家庭那邊跑過來 開始一直去調監視器 然後因為滑電就監視器 然後你看這個 女兒發生危險 卻沒有監視器拍到 就由市長謝國良 15號召開記者會 決定透過林里建設經費 和預備經進行監視器系統 及夜間感應照明補助計畫 初步擬定一千多萬補助預算 補助林里長申請設置監視鏡頭 和夜間感應照明設備 要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安樂區我們安一路100向附近 發生這樣讓人不幸的事情 佩祥認為在這一點上面 佩祥會見請我們市政府 在與民政跟警政這邊協力合作 來幫我們社會安全網做一定的補足 佩祥跟國良市長談過 國良市長也相當肯定 認為說這邊方面的確是要再加強 目前加強的方案 除了直接在危險的地方 再加建監視器之外 並且調整監視器的角度 務必讓它盡量減少 所謂治安死角的發生 第二件事也就是說 請民政系統各里林辦公處 都提供說在里林這邊 哪裡在晚上有人潮常常經過的地方 並且提出說 這邊的照明設備是否足夠 如果不夠的話 盡快佩祥會跟市府一起想辦法 來盡快跟公務處 來去做加強照明設備上光線的不足 然後讓我們的好朋友 不要再有這個在晚上走路的時候 被人家習習的恐懼 亡羊捕牢 為師未完 同時之間佩祥也對 我們受害者的家屬感到說 感到十分的不捨 未來的話 無論說交給這個民間公司來打理 來管理 或者是我們里林長 大家建議的點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監視器的穩定性 然後還有呢 他的這個妥視率 這最重要 這個也是市域在議會 一直在提的這一塊 希望未來我們謝市府 能夠加強 而且針對我們治安 要好好的來把關 基隆市警察局目前一共有4434支攝影機 那96.5%都是類比式的一個攝影機 那我們在去年111年8月2號 或市政府3億2000餘萬 全部分五年建制來完成數位化的一個攝影機 如果監視器越多 民眾一定會 我們應該會更安心 那當然向道間那種比較暗角的地方 能夠越多越好 女子遭到攻擊事件引起了基隆人重視 議員們要求提高監視器的妥善率 不要讓類似事件再發生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